我 快乐哇快乐星球 自作星哇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 元宇宙总冠军 哇 几八级战队带来他们的冠军秀 哈哈哈哈 这就是现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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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就是现场的 哈哈哈哈 应该跟我说 哇哈哈 哇 中山 这什么 哎 呜呜呜 中山他这东西 哇 哇 哇 哎 呜呜 好 耶 哈哈 哇 跳那么多 哇 这个眼睛好帅 这个眼睛 哇 干嘛呀 这是 这是我 这是我们在地球的最后一晚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再见 地球人 对 所以刚那个是飞车吗 对 他们想的尬点 大爷赖了吗 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 我觉得 好像 好像 好像是真的有设计过吗 真的有设计过吗 拿东杰完了 结束了 结束了吗 好 现在 请四位队长和大师团开始打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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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 这是 我是真没有想到 就是这就只有五年了 我第一次帮忙配音的队 会跳这样的舞 对 最后那个车 天降一辆车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题里面有一辆车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那我这个没有门根只给 因为这个真拿一辆车 对就非常只给就是 每一个大家都看的特别明白 具体是什么样的都一目了然 就不需要我解释了 嗯 嗯 嗯 都一目了然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后居吗 与战队吗 他们的语言吗 不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更烂的个 我们来这个自我介绍吧 一号成员猴子 哈哈哈 你让我怎么接 鸡啊鸡 呃我是忠诚鸡口 过国啊 nice 哈哈哈 我是马 哈哈哈 马马 我是我是鱼 oh my god 我是二号鱼 所以他们就是猴鸡马鱼鱼 猴鸡马鱼鱼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烂 哎 什么烂感啊 这个扣分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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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可以扣分 还可以为这个 我重新来好不好 我重新打个分好不好 这烂到我心巴上了 来吧 那四位队长 谈谈你们的看法和感受吧 开始之前我以为是一个抒情的音乐 然后是个抒情的作品 因为昨天马东杰说是一个在医院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然后怎么就 这还不去医院呢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去医院不行了 哈哈哈 那个医院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就改改成这样一个直给的一个作品 一开始我们想了很多种方式 然后就看起来就会显得会有点复杂 我们最后就是以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也不用想很多 然后我们排的也会呃很快 也不会太过于纠结什么的对 对我会觉得我看的很开心 你们跳的也很开心 但是在创意跟编排上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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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直接很烂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都很直接对就是 对就是就是很直接很很烂 没有创意但是看的很开心 嗯 我们对于24小时的评判标准其实主要的还是看编排和创意 那我觉得对于马东杰那一组 那么每一个词条他表现的过于直接而且并且是断开的 所以他们这个作品里面少了编这件事情 然后其次就是24小时考验的也是你的现场发挥和你的心态和你的状态 另外一组欧阳的作品状态不好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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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炮太大了 一个把拍都快到了 你看他跟你哥讲说我放不好了我放了一个大炮 让我们有请上一桌 卡卡组也不是特别理想有扣一些分就是还是在失误上 没有太多的亮点 按照作品来说 我是没有感觉到任何感染力 卡卡组最终总分456.3分 马东杰组429.3分 欧阳组405.2分 其实其实我一直有句话想对就是我的24小时的队友说 对不起 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编舞师出身 然后就是我更多的会编我们那种起舞的编排方式 我也有一种我很想去帮忙但是就是我自己可能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没有帮到大家就是不好意思 别别别别 对 虽然好像练了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刚刚也好像出了一点失误 小林哥 加油 好棒啊一片 好棒啊 我觉得24小时真的是考验一个心态而且时间又紧张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要做的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24小时 我因为我之前也经历过嘛 其实是一直在挑战心态的过程 之所以在舞台上会容易出错或者容易忘动作 其实不是自己能力不行很多时候是心态的问题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也蛮挑战的 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 Lucker 然后popper 然后hiphop 他们去跳这种比较偏异象的那种编舞动作 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挺陌生的状态 他们一直在挑战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本身这件事情就很突破了 所以你们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吧 因为大师团也是这么参加过来的 咱们要那个稳住咱们的那个心态 加油咱们再来再来大家 他像是放在这就是街舞每一期选手面前的 一个避过的一个最大的考验 他会撞出很多的遗憾 会有很多的困惑 会有很多的眼泪 但是你们最终每一个队伍把最终的作品 呈现上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应征了那句话 不完美的才是最完美的 这也正是这个赛制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们经历过这个 当时为什么会为这个感动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不完美的 但是在最终大家把这个做出来以后 出现了好的东西 才会让大家这么热烈的盈眶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一个点 的确是不完美的 但是你们这次依然做得很完美 好吗 好吗